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 习近平他最可敬可怕的对手 居然不是川普 那会是谁呢 我们就看到 当美国从贸易科技外交军事到间谍 这五大领域步步进逼 这背后居然看到了一支队伍 一切都是由于川普身旁最大的势力 我们姑且称他们是西点邦 西点军校为骨干的核心幕僚 这一步一步设下 这个所谓的冷战的险棋 然后对于习近平对中南海 要引蛇出动请军入 马老师好好带我们来解明 这一支神秘的西点邦 大家都很害怕 马老师 十月要大惊奇了 什么大惊奇 我说你放心 这不是川普的风格 是 川普他是什么 精英商人 第一个 他为了救选情 这励志所在 他当然会去拿中共当棋子在那边逼他 但是真正的伤人不会走绝路的 他会留后路 那马老师不安了吗 绝对不安 为什么 川普现在不要把这路走绝 但他背后 有一堆银武者 拿了刀拿了枪在那边逼着他 去打去干去杀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习近平眼前的敌人 不是川普 我负责任讲他现在最大敌人 是川普背后那一群战国主义的淫污者 好 习近平在9月3号 罕见的在北京人民大法堂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 任何人 任何势力 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这话说得很直白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是谁 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 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这个人 叫做蓬佩奥 所以当他讲出这个 我把它翻译一下 讲个大白话 中共就等于中国人民密不可分 谁想把它拆开 就蓬佩奥 蓬佩奥说 我们对付的是中共 我们对付的不是中国人民 对 好 蓬佩奥是超级大鹰派 他就是要杀杀杀杀杀到底 好 他最近又搞了一个四杀令 这四杀令 中共绝对不能忍受的 来我练给大家听 第一个 中共的大使馆 就外交人员 访问校园 或接近当地政府官员 要国务院批准 你的外交人员 外交人员你非但领域他 没有领域他也就算了 你要把他防他跟防贼一样 外交官光那个牌照 汽车牌照都不一样 有个死字的 我们都很尊重 你知道吗 对不起 你居然去访问校园 或是跟当地政府官员官面 都要我蓬佩奥批准 这么小的事情 还没完 你举办超过50人的文化 不是军事 文化活动 需要国务院批准 你正在防贼了 文化活动 50人都要批准 还没完 他说 使馆社交媒体账号 要标记为政府账号 就你不能使馆 就弄个账号去 你一定要说 这是许静向的账号 这是马西平的账号 让人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好 限制美大学基金 投资入汽和股票 美国大学 他们是靠自己赚钱的 每个美国大学都有基金的 他们基金要投资企业跟股票 对不起 老共的 你投资票给我碰 杀杀杀杀 今天不只有外交上 在那边互相的架拐子 我们真正要看到 惊心动魄 水更深的是 军事机密的无间道 正在上演 好 美国最近说 我为什么对外交官这么凶呢 就啪 放了一个故事出来 这是2019年9月的时候 2019年9月的时候 美国秘密驱除了 大陆两名外交官 没人知道这件事情 是秘密驱除 但最近放出来 放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有两个大陆外交官 带着太太 去全球最大的海洋机里 洛福克 到洛福克去拜访 结果 那个先民就说 通行证 没有通行证 你到我们海洋机没通行证 军事基地当然要通行证 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对 好 不能进去怎么办 他在大门口 那中间是个圆环 就是说你开进来 绕圆环一圈 请回家 这没有什么不对 没有什么不对 他开进来 绕圆环没有一圈回家 绕圆环就往里面 长驱直入去 那就不对了 不是叫你U10 你就离开了吗 对 长驱直入 长驱直入以后 啪一下 就若福克基地 消防车都出动了 去拦截他 对 终于拦截到 拦截到以后 马上说 你为什么要闯 请自重 请自重 他说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听不懂英文吗 外交官 你看你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注意哦 是两个外交官 说我不晓得你叫我U10 我觉得你居心叵撞 你很故意 你就是要闯嘛 两个外交官 他秘密遣还之后我们调查 其中有一个人 具有情报员身份 那不就成了吗 外交已经够敏感了 里面还有一个情报员 但我要好奇的是 美国地大天大 哪里不去 你怎么闯到这个军事基地来 开玩笑 这个洛福克海军基地在维吉尼亚州 距华盛顿230公里 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 在这里 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 来大家看这张照片多可怕 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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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可以放四艘 四艘 它是四艘航空母舰的母港 是 整个大西洋 印度洋 都在它的掌控之下 四艘 它这个码头 11公里长 它可以摆76艘军舰在这里 是 那你说 马老师这海军基地 错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东西 这里是什么东西 机场 你有航母就有舰载机 对 航母的舰载机 这边摆了134架飞机 太大了 我告诉你 它一年起飞65万次 至少每六分钟 都有一架起飞 马老师 你这样的一个 诺福克的基地的武力 根本是敌过 多少国家的武力了 我告诉你 全世界 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 是 根本就敌不住一个港口 还没完 我刚刚讲是海军跟空军 对不对 对 马老师 最厉害陆战队有没有 有 海豹六驻在这边 海豹也在这里 海豹六驻扎在这边 是 还没完 它只要一发 美国一研发出 新式的武器 它可能要放在 F-18上面 对 也有可能放在 航空母舰或 护卫舰上面 是 它就在这地方测试 最先进的武器测试场 它这边也有 你说它够不够机密 够机密 够机密 习近平 习近平说五个 绝不答应 直接就是对上了 蓬佩奥 但今天要看到 蓬佩奥出大决 什么大决呢 他居然就定义了中美关系 冷战从他的嘴巴脱口而出 这件事很不一般 冷战 我们这种年龄 天都发抖 你知道吗 后来因为 蓬佩奥倒了 是 苏联解体了 冷战这两个字 成为历史名字了 没想到 我从来没想到 我会在美国国务卿的嘴中 又重新听到 冷战两个字 他居然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 是属于冷战关系 哇 这不得了 这个不是媒体下标题去形容 去故意签到冷战去 不是标签 是从他的嘴巴去定调了 好 冷战总是要打 他说好 我们是冷战 他居然出第一拳了 我要在今年年底 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有什么害处呢 教汉语的 教中华文化 教孔子思想 生活与伦理 人家思想的 我告诉你 全世界有511家孔子学院 美国有81家 而且这81家里面 超过一半 在大学跟高中里面 在大学跟高中里面 教中华文化 无害吧 对 他说对不起 居然要全部要关掉 关掉 因为他认为 孔子学院负责大外宣 从军事到外交 还有最后一个 你讲的关键字 冷战 这一步一步的铺牌 马老师 我们回到今天 这一题的一开始 你说习近平最忌惮的 倒未必是川普 而是他背后站的 一群淫武者 对 那淫武者 既然是一群 当然不是蓬佩奥一个嘛 一定有一群 而且每一个都是凶悍的杀 打杀者 我先介绍第二号人 是 美国国防部长 艾斯培 对 艾斯培在9月2号 他是这个珍珠港演说 他为什么要珍珠港演说 就是二战在珍珠港签约投降 是9月2号 是 75周年 这么重要一个时刻 他竟然说 我们要跟1941年相同 随时准备作战 1941年偷袭珍珠港 现在等于是跟珍珠港情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势 是一模一样的 他这个类比 其实是要打仗的意图 很明显 那跟谁打 1941年很明显 跟日本打 跟德国打 跟这个邪恶联合帝国党 邪恶轴心 邪恶轴心 对 他现在说了 我们要跟共产主义 跟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宣战 我先讲 现在已经没有纳粹了 现在没有法西斯的 你讲谁呢 共产主义 你讲北韩吗 北韩现在连风都没有一阵 你在讲中国大陆吗 当然 这根本 这是司马昭之心 我告诉你 路人皆知 是 埃斯培国防部长 跟蓬佩奥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西点军校同班同学 他们是同学 他们是西点军校同班同学 西点帮的 对 我告诉你 1986年毕业的西点军校 蓬佩奥拉拢他的学弟 国务赤青 布拉托 西点军校的 国务院参谋 参战 布雷克部 西点军校的 都是蓬佩奥把他们拉进来的 所以现在 国务院 国防部 所有的决策 谁在做 西点军校学长们 在做 这些西点军校的学长们 脑筋里面只有一个字 荣誉国家 作战 所以军校的训练 军校的DNA 在这几个人 它是最大的 供应数 对 在这个DNA里面 它如何左右了川普 现在对中国大陆的步步进逼 你讲了DNA 我要跟你讲 进西点军校 大概只有7%可以逼 他们在西点军校四年 他们老代里面DNA 就是两段话 一直灌输 一直灌输 来 导播来看这两段话 一个就是西点军校 一定要练这个 迈克阿瑟的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 你不仅要助手 也需要对手 你需要对手 你才能够更好 他们就 老代里面 一直记得这个事情 第二就是巴顿将军了 要迅速 无情的勇猛地 无休止地进攻 他是 无情勇猛 无休止地进攻 他是没有妥协的 所以这是他们 西点军校的DNA 所以他们是 拼 拼 拼到你 所以今天川普背后 就是这一群 西点帮 在后面 push 川普一直往前冲 我跟你讲 西点在2017年 举行四类障碍赛 校长说 我先上 我要跟你们 学生指挥官 两个先 老先生 你骨头别闪了 白衣服的是 西点军校的校长 黑衣服的是 学生部队的指挥官 年纪都很大了 各位不要以为 这很容易 这障碍赛 我是从头看到 当2017年 比学生我就看 我根本做不到 我跟你讲 这个还好 后面有个爬绳子的 我告诉你 我一辈子做不到 他这还好 六十几岁 不是 他1953年生的 1953年 在2017年的时候 刚好是满 64岁 是 满64岁 我告诉你 均向我承认 我今年六四五岁 我的一半都做不到 你体能算好的了 我每天打网球 我每天一定要运动 我一半都做不到 这代表 这代表他 西点的军神 就是要迅速的 无情的 勇猛的 无休止的进攻 而且最重要 也需要对手 他今天不是一个人在玩 他需要一个对手 到后面push他 对手摇摇理解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我根本钓不过去 而且他钓完之后 要爬绳子 你一定要看看 你看看你的绳子 爬得上去吗 这爬绳子是很难很难 非常难的事情 他就要爬 爬绳子上去 你绝对揣不到 他要一直跑 一直跑 你看 六十几岁 能够爬这个绳子上去 这个叫安赛 简直像是我们在看 美国的那个 特极限体能 极限运动 我告诉你 这就是西点军校精神 现在川普背后 全部都站的是 西点军校的 对 这个是我最忧心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了 从东海 台海到南海 美中两强 护士底线 就怕一个擦枪筹火 真的会开战吗 今天晚上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个预言家 居然斩钉截铁 铁口直断地说 十月就会爆发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世界终局之战 他到底凭什么 做出这样的预言呢 好 大家说下个月 川普有十月大惊奇 对 现在突然间一个预言家 Master Wang 出来说 十月大惊奇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有这个大惊奇 对 好 他还讲得非常非常详细 他第一个 这是一场科技战 第二个 会数战数决 三个月 就解决掉了 首战集中战吗 对 第三个就是中战 你刚刚讲了 他是预言这一战 解决所有问题 不会有第四次世界大战的 就第四季 是我们大家最可怕的 台海问题 在这一战里面解决 台海也解决 对 那结果是什么呢 对 那大家就说了 马老师 一个这个什么预言家 胡言乱里面也当真的 开玩笑 第一个 他在他官网里面讲的 第二个 没有什么人知道 他是哪一国的 王看起来像华人 像华人 对 然后更绝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从小说是练武的奇才 武功很厉害 一出生就有预知的能力 王老师你讲一些 他预知能力来讲吧 我给你讲 有总统把他当私人顾问 有名的公司财经专家 都把他当私人顾问 他曾经写信 亲自写信给Apple 苹果公司说 贾伯斯2011年会走 他写信去给苹果奖 真的 他连这个都预言 有留纸本的 然后说贾伯斯走了之后 你们Apple 5以后 Apple 5以后 全部都会出现为硬体问题 好 那他后来给一个总统 当私人顾问 他给这个总统说 1997年亚洲会金融风暴 2008年会金融海啸 美国雷曼兄弟会倒闭 这个被他说中了 好 那你说马老师 他胡言乱言 不知道他胡言 我告诉你 各国领袖都会把这件事情 当作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曾经到很多国家去 预言过政府重大人士 没有一次错过 我告诉你 他曾预言小布希 2001年当选 2009年美国选出黑人总统 2016年选出商人总统 他曾预言希拉蕊 希拉蕊是领先的 会击败 会输给川普 还没完 当年就是 这个中共预言两个人接班 一个是习近平 一个是李克强 但当年这两个名字出来的时候 李克强的排名是在前面的 习近平排名是在后面的 他当时就说 习近平会当总书记 结果没想到 这个十七大 常委名单一出来 习近平排第五 李克强排第六 跟他讲的完全一样 所以我告诉你 世界国的领导人都相信他的 他讲的人士非常非常准 好 今天突然间出来说 下个月 十月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一翻两瞪眼 决定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是骗子 还是预言家 下个月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等着瞧 好 会不会再准一次 N加一次呢 不要到一个月 我们眼睁睁来看 当然希望这件事不要发生